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盛大登场了 这次连知名的连锁超市也加入 不只超可爱的吉祥物带动跳 还在现场设立行动超市 贩卖超多的户外必备小物 也让早起的游客不必担心饿肚子 而这一次为了要振兴观光和经济呢 业者还推出了全台现实限定的台东小农蔬果 要让各地民众都能感受到东部夏季的热情 舞台上大玩偶一字排开动感热舞 可爱模样让台下民众难掩兴奋 拿起手机疯狂记录现场气氛热闹 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号在台东路野高台省打开场 活动将连续45天要让游客一次看个够 500架次的无人机展演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精彩呢 这次的嘉年华融合满满台湾味 除了经典的妈祖和台湾黑熊 当然还有网友最爱的迷音跟常客 连锁超商吉祥物 就怕民众玩得不尽兴 现场还有行动超市提供各种户外必备小物 防晒乳防温喷雾及轻便渔衣等等 人潮满满急在户外的收银台前 游客赶来现场不用担心饿肚子 还不错 是这样很方便 今天那么早起有买 有什么买了咖啡买了面包 现场还有新鲜水果和冰镇饮料 让游客边吃边享受夏季的阳光 除了摊位连锁超市业者 这次煞费苦心 我们也办了这个台东的物产展 不然譬如说是米饭啊 或者是当地小农的这个圆节瓜 还有这个干姜等等的 都在我们全台各地的门市都有销售 为了振兴花东经济 不止热气球加年华 19号到25号各地连锁超市 都可以找到最赞的花东小农蔬果 要把东部的鲜甜好滋味 送到全台湾的餐桌上 记者综合报道